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聊聊家庭 聊聊情感 聊聊人生 聊聊健康和养生 也聊聊你我开心与不开心的生活 你有什么想要和我聊的吗 亲爱的 那就请你留言吧 也谢谢你订阅和点赞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故事 是来自于我的家人 在上个星期在新西兰的旅游探险的片段 希望从这个片段中 你可以领略到不同的风情风景 你能感受到那份震撼心灵的美 与惊魂动魄的恐惧与刺激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在我们是将旅行疯狂进行到底的信念支撑下 我们来到了此项运动 科罗曼德森林公园峡谷西匠 科罗曼德森林公园峡谷西匠 我查了下这个词 科罗曼德森林公园峡谷西匠 它的直译呢是西匠 那么它的解释呢 中文应该是这样子的 一项关于探险峡谷的速降 漂流 攀爬 及瀑布跳跃等活动的运动 这颗真真正正的峡谷探险啊 历时十个小时才完成 在这之前 女儿给我看了这个活动的视频 惊险刺激 但是我想 已经有了Blackwater roughing 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可是到了实际操练的时候 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是叫玩的就是心跳 让我一一到来吧 我们一行七人 都是临时组的队 外加两个领队 一共九个人 除了一个人 是玩过这个运动的 一个女孩和的爸爸 比我大而外呢 其余的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小伙子 我们要爬的这座山 叫Shipping Guard 穿越的峡谷 叫Valon of the Broken Jaw 原因就是毛利部落曾经为了争夺地盘 常常发起战争 胜利者呢 会将战败者的下巴插在西边 爬了近一个小时的山 换上防水服 开始了我们真正的探险 开始了我们真正的探险 摊过山时 河水 我们来到第一个瀑布 领队说 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瀑布要跳 包括一个十米和十四米的 现在我们练习跳水 这个位置有两三米高的样子 这个高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不是垂直的 也是向外倾斜一点角度 哎 已经到这里 还好吧 跳不跳 只有跳了 咕噜一声 沉入冰冷的水中 毫无疑问 又是灌了一身的水 低一跳还挺温和的 接下来我们又惊得多少瀑布 我都没有数过来了 有挂着一根绳索滑下去的 有两根滑索飞下去的 有从瀑布边爬下去的 有钻进瀑布里面 被瀑布冲着下去的 有躺在瀑布上滑下去的 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 跳下去 10米和14米的高度 真的不敢跳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 而另外一些 只有一个项目的 只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跳 我跳的最高的有5米多 说真的 说实在话 真是不想跳啊 看着下面伸出的 呲牙咧嘴的零石 怪寻 零寻怪石 我真担心我的脑袋瓜子 会摔到或者甩到那个石头上 于是我确确的问领队 Can you push me? 就是你可以推一下我吗? 领队说 No, you push yourself 意思就是说 不,你需要自己推你自己 努力想一想 想着 闭着眼睛跳吧 又怕真的甩到石头上去 领队开汗 3, 2, 1, jump 就是说 3, 2, 1,跳 我不想耽误其他队友的时间 也不能耽误其他队友的时间啊 有句话说 进局就不要搅局 一个字 跳 后来女儿告诉我 队友们对跳下去的我 欢呼着竖起了大拇指 14米跳时 我真的很想 闭着眼睛跳下去 毕竟我想 这是我今生 唯一一次机会 跳14米的咸牙 我绝对不想 再跳第二次了 可是 站在咸牙边 我直摇头 No, no way I can't I can't do it 意思就是说 不 绝不行 我不能跳 我肯定不能跳下去 第一个女孩 在悬崖边站着 在悬崖边站着 默默思考了半天 选择了放弃 很可爱的 轮到我女儿的时候 我看着她站在牙边 这使得我 并不像看她跳 蹦极那么轻松 前两天 我也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女孩在 跳 我女儿跳 蹦极这个视频 我已经发布了 跳极呢 至少是 直接 蹦到空中 没有撞击到 其他物体的可能性 而这个14米高的悬崖下 是更加的向外清洁的山石 我看着领队指着 潭水 中央告诉她往那儿跳 领队数着 3 2 1 意思就是 3 2 1 随着 一字 一出口 跳还没得及 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 女儿已经 众生跳下去了 砰的一声 撞入潭水 他们管这个叫做 水淡 水或者叫水潭 我们所有人为她 大声的欢呼 鼓掌 我也被女儿的勇敢 内心汹涌澎湃着 我实在不敢 于是 我是被绳索放下去的 边往下攀爬着 边想 天呐 我们就是从这样角度的悬崖上 跳下来的呀 不 我绝对不跳 拉绳索往下爬的时候 我倒是希望 山崖有坡度 因为 有坡度 你的脚会有地方放啊 而跳的时候 有坡度 我会直担心 我的脑袋瓜子 撞到上面去 可是呢 当你真正 从身上 向下爬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但没有 向外的坡度 而且呢 是向里面 凹进去的 这个时候呢 你的脚 很难 搭在石壁上 尤其石壁 又很滑 就更加的可怕了 其中一个悬崖 第一个悬在绳索上 下去的人 叫了一声 Holy shit 意思是 老外的一句 就是 我的天呐 什么鬼玩意儿 哇 此时我的心呢 再一次收紧了 轮到我攀爬下去 一段后 领队 在上面喊 One step left 意思就是说 就剩一步了 我只能 脚尖 搭在石壁上 一点点的 根本没有办法 支撑我平衣 我只能喊 I can't Just can't 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 真的不能 但我还是一步步 按照我的感觉 向下走 最后到底 我们七个人 到了底部 我们七个人 挤在 几乎垂直的悬崖壁上 多说 有75度 可是 那个领队居然说 你们可以坐在 突出的石头上 看看对面的风景 What 什么 看看对面的风景 脚下是几十米的悬崖 旁边是 几十米高 轰隆隆 坐响 飞流直下的瀑布 对面是 刀靴 俯瞰般的悬崖 绝壁 看一眼就晕了 哪里还敢坐下来 欣赏啊 我的女儿 真是勇敢 我的女儿 和两个年轻 小伙子 坐了下来 我紧紧的 趴在悬崖上 就像拉住 一根稻草一样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真是疯了 怎么能带 这个熊孩子 来玩这个东西啊 但是你知道吗 真真的 应了一句话 无限风光 再陷风 这次冒险 确实看到了 前所未有的 美丽风景 从前 曾经那么的想要 冲到瀑布顶上去 看个究竟而不得 而这次旅行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 来到了瀑布的顶端 不但看到瀑布 还要飞越它 还要从它的中间 装过去 瀑布的流水 哗哗哗的 砸在我们的头上 腿上 水花飞溅 无数的彩虹 在我们的周围 飞舞着 我们乘着 双线滑锁 飞越彩虹瀑布 到了中间 上面领队 突然拉住一根绳子 我们惊呼着 在悬在 悬在瀑布 潭水的上方 此时 我们才明白 领队的用意 大大的彩虹桥啊 无以言表的美 只有悬在空中的我们 才得以与它相见 我们到达了 最后一个 高高的瀑布里 一个领队 先下去了 站台水 再潭水 另一侧 固定了一条绳索 我们彼此 瞪大的眼睛 老天爷 不会让我们 从这儿飞下去吧 哦 还好还好 只是把我们的装备 飞下去了 然而 然而 我们都错了 上面的领队 又放下 一条绳索 看来真是滑锁啊 我的天啊 我是第一个 领队 确认了我的安全绳 已经挂在的 那条不好的绳索上 就让我身体厚轻 拉紧另一条绳索 远离那条不好的绳索 向下滑 我的个妈妈呀 好吧 我只有向下滑吧 因为完全没有退路啊 我向下 滑着 滑着 突然手上抓索的绳索 到头了 只剩上面安全绳 还挂在那条 不好的绳索上 啊 我大叫一声 整个人一下子 猛地挡下那条绳索 同时迅速滑了下去 然后 落到了潭水里 看着下面 领队 英明的笑脸 才意识到 是他们 故意不告诉我们 绳子 只有一小段的事实 让我们经历一次 有惊无险的刺激 后来 后面下来的 每个人 都不知道 绳子 只有一小段的事实 事实 因为 每次有人 下去的时候 上面的领队 总是找理由 分散 大家的注意力 看不到 下去的人的情况 所以大家只能听到惊呼 却不明就里 比如 我刚刚 下去的时候 领队 对区域人说 哎 快看 山牙那边有一只 山羊 好大一只啊 你们看到了吗 你知道吗 这是最好玩的一个环节 因为 真正的有惊无险 每个人都是 惊呼着下来的 然后 大笑着上岸了 然后 盯住下一个 继续 再次感受 那 下着下着 滑着滑着 突然就没有了 绳索时的 疑惑 惊恐的模样 所以 这个 峡谷的这个攀岩 是我们这次 新西兰 旅行中 最刺激的一个活动 当然了 既然是安排的活动 那肯定是 有惊 无险 无生命危险的活动了 不过呢 做任何事情 也还是肯定有风险的了 只是 这个风险 或大 或小 或可控 或不可控 就像这个活动 给我们参加者的提示 他说 你一定要 带好喝的水 带好帮帅霜 干衣服 还有 带好你 冒险的意识 每一个参与者 都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组织者 负责你 不会从悬崖上 掉下来 丢掉性命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每一步 都要特别的小心 就算不在瀑布顶上 走在相对安全的 走在安全的下面的部分 也到处都有 大大小小的石头 需要攀爬 一个不小心摔倒 就可能磕掉牙齿的情况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领队说 你要是不小心 你就需要 准备几千刀 装牙齿的钱咯 这话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说步步惊心 但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一次体验的 也可以说 这是我一辈子的谈资吧 也是我此生仅此一次的活动 我还要感谢我的宝贝女儿 让我经历了这次冒险 此时此刻 坐在自己家里的我 这惊险刺激的活动 在脑中不断的闪烁着 纯香甜美的茶品着 两个最亲爱的狗宝贝 伴在身边 当看着这些 触目惊心的照片的时候 回想这次旅行 太多的第一次了 真好 还在奥克兰机场的时候 女儿已经在 在查 南岛的旅游攻略了 我在想 趁着还年轻 跟着女儿 丰兰纪念吧 谢谢我的宝贝 好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就到这里吧 欢迎你去继续收看 我为你准备的其他节目 也欢迎你订阅 点赞和转发 你还能赞和转发 你费理想 你费理想 谁费理想 你费理想